词曲 李宗盛 我脸庞 有你热唱快乐不打扬 无聊笑话给晚餐挪加粉糖 比漫画还要跟漫画的日常 欢喜悲伤 不可生活的模样 下雨天因为你变得很特别 路边借来的小可怜 无论何时哈迪都会出现 抱紧我转圈圈 下雨天因为你让我好想念 属于回忆的梦一片 走在一转车凉迹的那街 轮换整个世界 岳哥哥 你领带来了 岳哥哥 岳哥哥哥 岳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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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就怪我 你别说了 海力 送顾小姐下楼 顾小姐 请 等等 你的吧 你喜欢 喜欢我送给你啊 手机可以送 男朋友不能送 这个道理你明白吧 当然 你拿回去用吧 我自己手机 用得特别顺手 以后我们各自 管好自己的东西 明白吗 那我先走了 再见 这真的是个误会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是吗 她刚才要走 然后摔了一跤 就我刚刚那个画面了 那这个顾小姐 可真是会摔啊 你知道的 我 不要把我的手 放在那个唇印上 烫手 你干什么呀 我把衣服换了 免得你看得心烦啊 你是铁憨憨吗 你在办公室脱衣服 别人看到以为 那我一会儿再换 一会儿再换 我把你弄过 一会儿再换 要快点 这一会儿再换 最近很辛苦吧 对不起 都没有办法帮你 有没有办法帮你 有没有办法帮你 你一定要看到你 有没有办法帮你 有没有办法的 不要习惯了 你要这样子 有没有办法帮你 有没有办法帮你 请安心吧 林先生 哥 你怎么还能回去啊 这不是发生这件事 我不太放心了 下来接你一下 你放心吧 我跟这边的办完都说过了 这两天他们会再加强巡逃 你放心吧 真的不是什么大事 怎么能不是什么大事 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 做了个噩梦 明明自己怕得要死 然后还要紧牙关不出声 就怕打扰到别人 还有印象没有 哥 你放心吧 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 而且我也不是才八岁了 我能保护好自己的 你跟悠悠约会了 你忘了 你忘了 你还不赶紧去 你太会杀我的 快快快快 那你快点上去吧 嗯 对不起 我迟到了 安神 你没事 你找完出来做什么都对 哎 我跟你说出大事了 什么事啊 爸总说顾欣耀和女卫的 总裁即将订封 真的吗 令约这个 对不起 我今天不能陪你看电影子 我一定要去找你 约问你清楚 附近 我跟你一起去 臭致 你 你别急啊 他走 给我出来 你们两个先出去吧 好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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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远 你跟馨儿的绯闻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五中生有 是五中生有 还是欲改迷赏 你自己很清楚吧 没有不透风的枪 而真的什么都没有 新闻是哪儿来的 哪里来的新闻 其实也不是新闻 八卦 现在是你们最需要我们 顾家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 你们会先利用安心 然后又利用我们家仙儿 顾岩生 我特别好奇 你为什么总是盯着我不放的 我为什么盯着你不放 你凌总 杀法果爵做事不择手 的这个行业里 你怕是无人不知无人不祥吧 你说的没错 我是杀法果爵 但没有不择手段 要说不择手段 还得是你家顾老爷子吧 我不需要靠别人 也不用你费心 安生 要听他这么说 我们是不是误会他的呀 你给我听好 你跟汐儿的关系 在外人眼里 永远是不清不楚的 但凡有点风吹草动 就会闹成现在这个样子 对你来说可能没什么 但你想想安心 对安心来说这就是伤害 如果你不能好好保护他 我会的 顾岩生 你只是安心的哥哥 你凭什么替我来保护我的女朋友 你凭什么替我来保护我的女朋友 你再让他受伤一次 我会把他抢回来的 那你就试试有没有这个本事吧 你们俩军事在干什么呀 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话说清楚就算了 安生 都解释清楚了 我不走了 安生 你你看到秉许的 你描述你 想说你喜欢的人 你表白了吗 还没 或许你喜欢的那个人 我也认识吗 怎么突然问这个 你喜欢的人是安兴吗 我 不管你喜欢的人是谁 反正我喜欢的人是你 悠悠 对不起啊 我一直以为 这有什么对得起 对不起的呀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我收拾来以后 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那 你 你上车吧 我 我送你回去 你不了 我自己能回去 一个人回去 不太安全吧 我 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别了 你对我一个单身的小姑娘 这么好 我会误会的 你快回去吧 安心看了报道 还不知道怎么想的 你回去陪陪她 那 那我先回去了 你到家之后给我的消息 嗯 我 你住在家里面 你住在家里面 我去帮你去 你做什么 我 我都挂了 你干吗 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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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手机没电了 从初 你手机没电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难受呢 什么 什么金没坏 我挨抖人呢 我中练网呢 你这装备还挺齐齐啊 那是我可专业的 谢了 拜拜 好 大家都等久了吧 那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亚洲音乐小王子麦克登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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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阿姨哥 加油 我爱你们 我爱你 好 今天的接受会就正式开始 有请麦克录作 今天的接受会就到这里结束了 让我们一起观送麦克 今天的接受会就到这里结束了 让我们一起观送麦克 你没事吧 我 你 你怎么了 看你忙着追星 万万人间我吃不上饭 给你带来吃 你只在等我吗 好 对 到这里 我先帮你拿着 我脸上有什么吗 有啊 啥呀 我脸可爱 我这是在撩了吗 还在忙吗 记得吃饭呀 你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吗 是有什么事情吗 没什么事 就是想来看看 你这地方到底有什么魔力 能让岳哥哥流脸忘返呢 看来是我想太多了 你这里除了一股裙子味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可能他只是 一时之间觉得新鲜吧 话说得这么难听 你还是那个 有礼貌的顾小姐吗 不过也对 你本来就是这么一个 嫉妒 又无可奈何的人 嫉妒 我嫉妒你什么呀 我嫉妒你 见不得人的身份 请你出去 你凭什么让我出去呢 凭什么 凭我是这家的主人 我就有权利让你出去 主人 谁是这儿的主人 还两说呢吧 我记得这个房子 是岳哥哥租给你的吧 不过也对 你就是这么爱返科为主 我告诉你啊 这个房子的确是林月买的 不过我有按法律 每个月交房租 所以这个房子就是我的 我有权利让你出去 这么遵纪守法的人 怎么会因为故意伤人 而被学校除名呢 我跟你没关系 你这么牙尖利嘴的 岳哥哥知道吗 你的岳哥哥 就是喜欢我这么牙尖利嘴的 不像你 当着一面背着一面 就挺虚伪的 喜欢有什么用呢 你的感情对他来说 有什么价值呢 他现在出了事 你能凭着这份喜欢 帮助到他吗 你的喜欢 对他来说 就是一种累赘 林氏集团总裁的位置 也都是因为你 才白白断送掉的 你什么意思 这林氏集团总裁的位置 本来就是岳哥哥的 为什么在他出了事故以后 就突然不是了 你没有想过原因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都这样的你还不知道 你以为他跟你 在世外桃源浓情蜜蜜谈恋爱 就不需要付出一点代价吗 就是因为他被你的锁石绊住了脚 惹怒了林伯伯 才失去了原本属于他的一切 马上我和林月的传门 你都看到了吧 那是假的 我相信他 真的 假的 有那么重要吗 重要的是 我才是唯一能够帮助林月的人 这一点你心知肚明不是吗 没错 他现在心里只有你 所以一直不肯接受我的帮助 可是你知不知道 林月把妞卫建立成今天这个样子 她花了多少心血 妞卫有多强大 林月在林氏集团的地位就有多高 因为一旦垮了人人都会嘲笑她 她又会从高处跌落到谷底 成为那个人人口中只会靠着父亲的羊子 你难道就忍心看着她这么骄傲的一个人为了你 放弃这一切吗 就算我离开了 林月她会选择你吗 她选不选择我根本不重要 成为的是你能离开 心儿 别说了 好 怎么了 哥 又想来插一脚 有什么事情我回家说 回家 你还知道哪个才是你的家吗 别闹了 过几天就回去了 哥 哥 我才是你的亲妹们 安心爱吃的这家甜蜜店 我也爱吃 你知道没有 但是哥 你从来没有想过 你给我带一份怀人 你的心意 只有这个外来的面 行 你和安心对我来说一样重要 和别人一样的东西 我不要了 安心 你还好吗 我没事 哥 你回去吧 明明就很伤心 什么时候开始跟我也要逞下了 离开她吧 我不忍心你一个人 承受这些伤害 为什么你总是要让我离开我爱的人呢 我 不想给你幸福吗 我就是担心你 我就是担心你 没事的 哥 不用担心 网上的事情都是假的 我也不会相信的 你回去早点休息啊 我也累了 晚安 晚安 就算你不需要我 我也会一直在 我等会儿吃 晚安我来找你 你乖乖的 等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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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是啊 我是来晚了 不过我已经叫了代价 是那个宽角代价对吧 你怎么知道 我刚给他付了代价费 夕雅 我可以上车吗 上来吧 你看上去 怎么有心事啊 你什么时候这么关心我了 不愿意说算了 不愿意说算了 行啊 你真的准备跟我二哥联姻吗 你既然都知道了 为什么还好吧 所以是真的吗 确实是准备联姻啊 对我 你连撒谎都不愿意 但是我被拒绝了 但是我被拒绝了 我本来相信这个名头 让爸爸暂时放过女卫 可是月哥哥怎么都不愿意 总是被人拒绝 真是很丢脸 小沈 对不起 我只是为你感到不值得 我没关系了 好了 我们别去想那些烦心事了 你还欠我一次约会 现在不给我吧 我已经想到你了 你想到你了 你会在那上 你不是想到你了 你怎么会 在哪里 你现在都做得到 我来帮你了 你对我 我来说 我也想到你了 我一直都想 想着如果有一天 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人 看一场露天天 不知道我用没有这个荣幸 可以成为实现你这个愿望的人 Zither Harp 对不起 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心儿 你随时回头 我躲在你身旁 有什么意思 我没事 爸 您最近看手机新闻了 我不看手机新闻 手机新闻看多了 对眼睛不好 你也少看 不看了 不看了 爸 您没事 看了 我了解了解实事情了 用不着 有什么话直说 爸 老公司出事了 就这事啊 您知道啊 您不是不上网吗 我不上网 我不能看报纸啊 那您就不管管他 不管什么呀 老二把公司管得好好的 你说我能管什么呀 您是不知道 老二现在被打得可惨了 到时候这资源愣声声 就被人给劫了 你消息倒是挺灵通的 那是 我好 咱们不是说老二呢吗 你怎么又撑我头上了 这三句话呀 两句话没离开你弟弟 你是想看他热闹呢 还是真的关心他呀 那我肯定是关 我肯定是关心灵氏集团啊 不是 您想想 那虽然咱们现在 这个牛的自主就很大 但它毕竟是咱们那个事啊 咱们利益是共同的 对不对 而且 它灵欲再怎么着 也是咱们灵家的人吧 是您的儿子 那打他不就是打您的脸吗 您说对不对 不是 您笑什么呀 我希望你啊 终于长大了 知道站在集团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了 那不都得往前看吗 在我的记忆里 你长那么大 我还真的是头一次 从你的嘴里 听到你那么关心你弟弟 我可没关心 我关心咱们临时集团的 行 不管你关心的是谁 我会留意你二弟那边的 林总 我们的声明发出之后 并没有受到 很积极的受众反馈 法国那边呢 大概也是听到了 一些风吹草动吧 暂时 也不想跟我们合作了 顾元潮这次 真的舍得下血本 林总 顾元潮 他得知道我们的筹码 才能跟对方谈条件 但是我们的合作方 都是签了保密协议的 并且 那几个品牌也没有官宣 他是怎么知道消息的 我担心的也是这个 您的意思是 我们公司有内鬼 有 有人要吃辣味饱仔饭吗 你来了 给你聊了一份 谢谢 那我先走了 这是我自己做的 做好久 只学到了我的两成功力 那你就别吃了呗 可能是最近太累了 吃饭的力气都没有 那我喂你 也不是不行 好吧 我喂你啊 沾大一点 笨蛋 我怀疑你是故意的 你就是想淹死我 然后继承我的花呗 你要喝吗 这个是你喜欢的味道 待会儿 其实呢 我有一些事情要告诉你 最近网上 会有很多胡说八道的事情 是关于我跟 我知道 你放心吧 我在论坛混迹了这么久 怎么可能不练就一双 火眼金睛啊 这些讨流量讨狗血的 爆炸小新闻 怎么可能骗得过我 我不是怕你受委屈吗 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刻都不会委屈 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刻都不会委屈 反而是你啊 最近这么累 还不停地加班 所谓劳逸结合干活不累 你想不想要翘个班 我们出去放松一下 去哪儿啊 去了就知道 好 你充满寒意 无法靠近 随时准备 Plan B 现在就跟我走去 填补着空白 穿越过人海 一不小心遇见爱 穿过车路口的等待 美丽的意外 一不小心见到他 是爱 一点点的走近你 有种魔力 就像是一场命中注定 你温柔表情 藏得可以 给我充满和勇气 现在就跟我走去 填补着空白 穿越过人海 一不小心遇见爱 穿过车路口的等待 美丽的意外 一不小心遇见到他 是爱 穿过车路口的等待 美丽的意外 一不小心遇见到他 是爱 是爱 你刚才下面说你不恐高的 对啊 我不恐高 那你要是不恐高的话就好 坐二十分钟摩天冷也不是什么大事 撞得疼了 痛不痛 你要怕的话你拉住我 你看着我的眼睛 你看着我的眼睛 有安心点吗 背着你走过黑夜的长街 我不在你身边你可怎么办呀 分明了又灭 未来有多远 转头就看见 还没分别 一开始想念 爱丽苑 我听别人说 这个摩天轮到最高顶的时候 许愿王就会一定成功 许愿王 那都是骗小孩的 笨蛋 你这个时候呢 就应该吃女朋友了 那好吧 哦 承诺太肤浅 不计你还钱 再多永远 也不够兑现 让我爱你 让我用我的真心 学着温暖无热曾经 那冰冷的回忆 沿逸 沿途的风景 走了又听 唱尽头 故事在继续 唱尽头 上去吧 好 待会儿有人看呢 那整栋楼都是我的 他们敢说什么呀 幼稚鬼 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走了啊 黎月 怎么了 舍不得我 忘记个事情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啊 你把支付宝账号 发给我呗 你一直欠着我不好吗 你就发给我 我一点一点还 好 是我的手续号码 那我走了 抱着我 静静的 给你我最后的自我 抱着我 回忆如大雨 旁多 未曾走过 又曾回忆通透 你怎么了 看着我 别闪躲 给我你最后的自我 没什么 就是今天有一点 想你 我怎么感觉你乖乖的 抱过的脆弱 抱着我 抱着我 你心情疼 人家韩剧里男女主角 上个厕所都让你玩很久 我只是小意思 那以后呢 这种情节可以多上连几次 上去吧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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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尔 吃肉 句吧 想念不忘的过去有了回忆 心 突然乱了频率 借 忧意的手拥抱你 明明越来越在意 抛幸福的铅笔 反正都是你 我们的故事 刚刚开始 思念却已经无法停止 找寻回到你身边的笔址 我们的故事 刚刚开始 用尽最美丽的形容词 也还不够表述你的名字 慢慢的故事 只有彼此 手心握紧未来的钥匙 用爱轻轻转动 打开一生一世 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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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